感冬訓練 好可憐 究竟這個世界上的爸爸 是不是都很喜歡跟他的子女玩這個遊戲呢? 我想起我小時候 我爸爸都經常用梳子去刮我的臉 懂什麼? 這些是最天然的感冬訓練 唉,真的沒有你那麼好戲 今次的影片主要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BB出生後到六星期 NHS提供什麼檢查 第二,就是分享我的摘肚經驗 因為我大姑奶 雖然是大姑奶 其實她也是帶我一年 好,先說回正題 我大姑奶在香港學了 培育、摘肚和秘育的過程 我們現在有請大姑奶現身說法 解釋何謂摘肚和她的重要性 在懷孕期間 有BB在這裡 子宮就會擴大了 令到複直肌也有分離的情況 雜肚可以幫你修復複直肌 從而可以改善到內臟下垂 或者是尿腎的問題 已經完成了雜肚的時候 腰有了支撐 坐的時候 坐姿也會很直 會改善到腰部的痛症 雜肚之前 也會有腹部按摩 令到小腸、大腸的愈動更快 身體的身層代謝快了 也可以改善便秘的問題 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 含有薑成份的按摩油 幫媽媽的身體驅寒 和去除肚風 透過按摩也可以改善內臟移位的問題 可以令到子宮回復以前的尺寸 和改善水腫的問題 沙肚其實並不是幫媽媽去減肥或減重的 是一個輔助形式去幫媽媽修復 令到身體的線條出來 而且也很建議媽媽不要因為想要減肥 然後可能吃少很多東西 或者馬上做運動 始終剛剛生完嬰兒的媽媽 身體還未復原得很快 鼓勵到四至六個月 逐步逐步去把你的食量再減少 或者再轉做吃更好的蛋白質 吃少一點澱粉質 配合適量的運動 我都很建議計劃生育的未來媽媽 在懷孕之前記得做多些運動 特別是腹部運動 如果你有健康的身體 還有一定的肌肉量 將來就算懷孕之後 也會回復得更快 我現在閘了肚子大約十二天 還有肚腩在這裡 因為懷孕的時候真的吃得太多 但覆蓄肌是真的收窄了 本來一開始有兩隻手指的距離 兩隻 現在就變成差不多半隻至一隻左右 其實上網找到英國也有摘肚的療程 價錢也好像比香港便宜 不過要注意 我看到一些網站寫著 是不包括那塊摘布的 有些摘布或按摩 按摩油都要顏外的價錢 或者看看我大姑奶明年會不會 過來英國 等她在這裡自立門戶為大家服務 分享完摘肚 就讓我分享一下NHS被BB的檢查 寶寶出生後 就會收到一本健康記錄 名字叫做Red Book 每次去檢查或打針 都要帶這本Red Book 基本上可以用到上學前兩歲多 出生後第一樣NHS服務 就是打維他命K針 我寶寶出生那天 接受了一支維他命K吸引 打針的好處是一針便完成 亦可以選擇口服維他命K 不過要分開三次 第一次在醫院吃 另外兩次就要在家餵寶寶 第二樣是打卡戒苗 用來預防肺結核 如果父母在香港出生的話 就算小朋友在英國出生也要打 因為香港屬於肺結核的高危地區 之前的影片有提及過 因為生小孩之後 失血過多 所以住了兩天醫院 而小提婚BB 就是在他出生第二天 當我們還在醫院的時候 就已經打了卡戒苗 BB出生後 出院前 醫院會幫他做聽力測試 主要看內耳耳窩中的 Sensory Hair Cells的反應 第四 由頭到腳趾全身身體檢查 做完身體檢查後 就會收到一份報告 顯示各個部位檢查後的結果 到BB出生大概第五天左右 Midwife就會到家裡 HOME VISIT 我那時的樣子太頂了 所以要打打格子 Midwife主要是檢查BB身體狀況 問問媽媽有沒有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她 她再三叮燭 記得餵奶的時候 一定要有Skin to skin的 contact 這樣才會刺激媽媽的預防 分泌更多的耳汁 之後就會去醫院抽血做檢查 Midwife也會幫BB幫助 大約幾天後就會收到一封信 裡面是驗血的結果 以我僅如的把握知識 我只會頭兩隻餅 估計其他那些都是遺傳餅 封信最後也有戴頭盔 提醒大家 這個視訊不一定是100%對的 去到BB兩個星期長的時候 Midwife又再次來家去探訪 今次就幫BB磅床 試看分BB出生幾天 縮水 輕了一點 說這麼快已經重回房 除此之外 Midwife也有幫她做 由頭到腳的檢查 初步看看她不同的部位 有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況 週二除了有Midwife探訪之外 也有Health Visitor做家訪 做家訪之前 會收到一封通知信 會說哪一天 大概幾點會來我們家 她的時間範圍是超級闊的 我們是那天早上收到她的電話 說她今天幾點幾點要來 可不可以 結果她就跟Midwife 撞了時間上來 Midwife就快點離開了 剩下Health Visitor Health Visitor問的事 比較全面 例如她會問一下BB睡覺的姿勢 進去房間看看 她不是有自己的BB床 床上有沒有玩具 再問一下我們 在這兩個星期照照BB 她有沒有什麼異樣 我們有沒有什麼肉依的問題 等等 她也提供了很多肉依的資訊 例如當我餵人奶覺得很氣餒 BB吃也不飽 又經常哭的時候 她有解釋 她有聽說 這樣是正常的 因為BB喝人奶會很快餓 也不容易飽 她最後也建議下載這些APP 臭仔就會更加得心應手 第九號就是收到NHS Bag 這個袋子放在信封內寄到自己家裡的 裡面有很多小朋友會用的東西 例如一些英文圖書 有給媽媽和嬰兒吃的薯片 給嬰兒的薯片 就是補充維他命A、C、D 如果媽媽是餵奶粉 就可以加入奶瓶 而給媽媽的就是補充維他命C、D、葉酸 隨時之外也有小卡 等著主要照顧者 把手指塞進去 就可以跟BB玩rollplay說故事 最後也有健康的資訊 隔了四個星期 到第六個星期的時候 Health Visitor會再次來 visit 她來探訪前 也有打電話問問BB的身體狀況 例如她的眼睛 會不會跟著人追蹤 或者她的耳朵聽到 會不會嚇一跳 會不會開始嘗試等等 來到也有問更詳細的事 不過其實她來的時候 遲了一個星期 現在已經第七個星期 她的體重已經上升到6kg 好誇張呀 亦有幫BB讀身高 和量她的頭圍 究竟是多長 Health Visitor會分享 究竟BB的身高體重 屬於第幾個% 根據我數的說法 屍體分BB屬於肥美型 體重和身高 都是比一般的BB高和重的 我們都希望BB可以健康地 快高長大 去到第八個星期 BB就會去打針 我下次會和大家分享 打針的流程是怎樣 最後記得提提大家 大家一定要幫BB登記GP 幫屍體分BB登記GP 其實她還沒有出生字 不過只有本Redbook 她都已經接受了 幾天之後 我們已經收到信 說BB成功登記 以及要打電話 約屍體分BB何時去打針 今次貼片就到這裡 我們Inbox收到很多不同的訊息 是問關於BB申請BNO Visa 其實我們正在研究 如果有什麼更新 我都會和大家分享 或者你有經驗 可以和大家分享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